他是彭德怀的克星,兵败被俘虏后,从没说过蒋介石的不是,彭德怀是我国的开国元勋,中国任民国公国元帅彭德怀能够成为元帅也是在战场上赢得的,但是在彭德怀一生中,让他打败仗的人很少。 黄维将军就是其中之一黄维将军,江西贵西义农户,家庭黄浦军校一期毕业生,据说他报考黄浦军校是因为方志敏,不过最后两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,方志敏是共产党最后被捕牺牲黄维,成为国民党,并且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。 我们知道黄维是第一黄浦军校,第一期毕业生黄浦一期中,出现了很多的抗日名将,比如陈庚,徐向前,郑栋国等等,作为黄浦军校的毕业生黄维追随校长蒋介石,黄维参加过松户会战,武汉保卫战,缅甸反攻等,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。 黄维从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,与建功勋他二十岁,当团长二十四岁,当旅长三十四岁,当军长四十四岁,当时二兵团司令,在他容马孔总的一生中,自有辉煌的一夜。 1932年持元赫州时与彭德怀交战的往事,对于功岛赫州彭德怀,至此也没弄明白,让他头破血流的不是马昆,而是真正的克星黄维。 当年黄维,只有二十八岁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,在功德林战饭管理所接收改造他刚到功德林时,一身患有五种结合经医护人员四年的经,新治疗和护理病症得到了根治。 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,1989年3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,在北京逝世周年85岁。